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真是好科学》 我们今集的题目就叫做《暗黑医学》 究竟是讲什么呢 现在大家在一个医学那么发达的年代 如果你有病的时候 你会去看医生 打针 吃药 甚至可能会是要做一些手术 大家都觉得是一些很正常 很平常的事 但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 是基于很多以前的人一些失败的经验 甚至我们现在会觉得一些很恐怖的实验 或者一些研究才做到今时今日的医学发展 所以今集我们的节目就会跟大家 由古代的时候讲起 讲到今时今日的医学发展 大家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 和我们今天的一些图片 可能会使大家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开始之前 不如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么多位主持 先在我的最左手边这位就是Kelvin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Winsome 是化医人类学家 然后在我的右手边这位 就是大家都见过很多次的Andy 今天好了 我们现在第一节了 不如由一些古代医疗开始讲起先 大家是否准备了一些 古代经常用的医疗方式 但我们今时今日都很害怕的 是不是Kelvin可以先讲一下 古代经常用的医疗方式 我其实是想讲一下关于这个 就是血这件事 其实我们在公元前 已经是有这个体液学 人体的组成和疾病和体液有关 其中一种体液是血 很直接地想 如果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你只要restore你的血的平衡 或者是改善这个血液 甚至是清洁这个血液 就应该可以医疗病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医治疾病的方法 但是我们今时今日想的 当然是不合理的 那些方法 就是关于血的 例如说风狗症 风狗症是怎样医疗 喝一只狗的血 会不会咬你 你就会喝一只狗的血 我不知道是否exactly 喝一只狗的血 就是狗的血 是的 喝一只狗的血 甚至乎人也是 如果是癫痫症的话 医治的方法 就是喝一大杯自己的血 自己的血 就是那个病人自己的血 是的 自己放血自己喝 可以医治自己 是的 医癫痫症 这个挺有趣的 当然你现在的医学知识 告诉你这个是不合理的 喝都应该要喝正常人的血 对吗 如果你说它是因为血液的失衡 你要放一些出来 但是你又要喝回补回去 那其实又没有加又没有减 是的 我想这个是我的想法 可能是那个过程 你等他放血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是震静了下来的 接着就喝回 就平衡回 是的 就平衡回 这个当然是我们再为他想的解释 但是血 对于这个医学有神奇功效 都是一直人的幻想来的 甚至乎你听以前那些故事 如果有一个 那些很有地位的人想化妥患童呢 那他们就用一些年轻的人的血 跟他交换 是的 其实都是很神秘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 血是生命的来源 那些血液的流动 就是你的生命是很圆圆不息 这样去运作 所以这个不奇怪的 因为我们很少会看到 我们戒选一点的时候 有些东西会走出来 就觉得那些东西很重要 流得太多就会死掉了 心停了 没得太多 没流动就会死掉了 其实都很正常 是的 还有如果他有什么不对路的 你又换一些好的给他 最初有记载 真的有《书血》这个故事 因为后来没有人能证据到 就是去到十五世纪 十五世纪左右 有没有记错 就是一个很多社会地位的人 他其实是 临终的时候已经是半恶藏的 如果用现在的医学来看 他发生什么事 应该是有一些神病 那些血就很不干净 很多质物的积聚 然后他就找一些年轻的人 就跟他输血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故事呢 因为想起那个时候 那个医学理论 和那个的仪器 是做不到输血的 因为原来当时 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就是说 人体的血液是充满的 在心脏那里 经过这个动物去静物 又回到心脏 但是以前那个年代 他们对于这个血循环的想法 是血管里面的血 前后前后前后地移动的 他都知道 直至是16多年才有人发表这个循环论 所以这件事似乎是故事多的 但是好了 发表了循环论 就是你讲的是 一时间一跳就去到17世纪左右 有人发表了这个说法 就开始人们想 咦 我将我的循环 接到第二个人的循环 当时他还没有那么大胆的 人道一点的 不用人 他们用羊 羊的血 摆入人道 这个有听过 好像是给一些癫痫症的病人 觉得他们很有攻击性 就给他一只羊 就是温馴的羊 就给他 是有这样的版本 有 那时有那些血型的概念 我们现在就知道 你血型如果不吻合 其实有问题 血会凝固 所以羊下去会不会死的 你们问出了我的关键 其实当时他们没有想过这件事 其实是 试过用羊 试过用牛 但是都是不断地试 如何去循环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不成功呢 他们是试试什么呢 改变循环的速度 改变动物的品种 去试的 其实当时也有一些 实验是曾经做过的 大概是167多 1667年 我没记错 17世纪 17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个法国的医生 他应该是6月14日的御医 他就很热衷这一样的研究 就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案件 当中有一些案件 就是例如说 癫痫 他曾经试过 医到 叫做成功过的 但是成功过 他是做第二次输液的时候 他病死了 那就是男士有点精神问题 他经常打老婆 打老婆是一个精神问题的 因为他有点暴力的经验 他的精神又不太稳定 然后他就找一只牛 跟他的血去交换 当时这个案件是成功的 第一次 但是你想想 如果人都有血型match 更何况 动物的血去到人的血 是一定不compatible 那他输血的时候 就有 根据他的记录 就是他的手就肿了 红了 出汗 那个人暈了 暈了一会儿 又醒了 然后他就跟着来 哭一下疗 这种 如果你现代医学 就知道这个情况 叫做什么呢 就是transplant的Hemolytic 就是说 那些血输入去 你身体里面的系统 就不断打烂了输入去的那些血 然后那些血烂了之后 你就要排出去 但是排得太厉害了 就是血红蛋白被break down 是的 那些血的细胞 肺物 那些血红蛋白 太厉害了 就顺超负荷了 所以就磨了一下血 但是他又捱过了 然后那一晚 就说那个人很正常一点 然后隔了 如是者隔了三四天 然后他又开始有暴力倾向 然后老婆就去问 跟那个医生 又说 你跟他做第二次 麻烦你 但是他就捱过第二次了 但是那个医生就将这个 其实老婆可能是知道他捱不过的了 是的 这件事为什么要这么关键 老婆知道的 就是 好了 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关键呢 就是因为之后就兴起了一个塑造 虽然那个医生声称是成功 他说 哦 其实 你好像听说 这些理论都好像 做了一个医疗介入之后 三四天才走 就不代表直接地很有关系的 他还要解释 就是说他柯克尿 就是把身体里面的废物排了出来 只不过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可以再研究 但是老婆就去告那个医生 导致到那时候判了 说以后不可以做这个 不transfusion 不可以做输血 这位太太是一位很聪明的女性 是的 其实这些判决 有多阻碍到医学的发展 有时候他们都是外行人 就是法官去判案 但是他在判这个医疗程序 你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 是的 反而是否应该要给医生做决定 但是那时候的法庭判决 是很权威的 所以之后一直不可以做 150年 150年之后 直至下一个人再想 可不可以再试多一次 那是一个副科医生 因为他见太多妇人 失血了 接着他开始试的时候 他作出很多改良 直至有一次他成功了 他就将他的案件 publish 就是那时候刚刚创行的 Lancet 《刺身与我责誌》 应该是1826年左右 还是1929年 23年创行的 他publish 在那里 就是他的座产室 紧急帮个孕婦 去做一个输血 孕婦失血过多 他就publish 了出来 这一件事 但是当年他很聪明 他不找动物 他找人 你以为他真的想到 排斥那件事 接着他在那边 publish 写 不是啊 你临急临去哪里找动物 周围都是人 当然是捉人 五打五撞就开始研究人 这件事 那时候刚刚找到血型 其实他都不知道 这件事都应该未有血型 对 未有血型 可以去看一张图 见到有个人就捉了来 去救人 你先看看 我们应该看哪里呢 那么多个人 是的 很多个人就是 你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 一个人躺在那里 躺在那里就是一个太太 坐在那里是她的老公 那太太又是失血过多 老公就输血给她 那时候的阵势是这样的 你看到画面中间 他拿着一件东西 就是一个好像漏斗那样的东西 就是他的输血器 漏斗有什么用 这个就是他设计输血器 他就是将那个 捐血者的血装到漏斗 然后下面有一个泵 再泵下去 他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了 血里面出现泡泡的情况 因为他就是发现了 泡泡就是易中风 是的 气泡入血是会有事的 其实他当时 是不知道血型 因为他之后做的案子都是失败的 直至190年 有人发现了血型之外 但是他这些技术 或者这些概念 是可以帮到之后 输血技术的进步 所以其实以前的失败 直至190年发现血型 我们今时今日 输血已经不是一个高危的活动 他要从哪里找血来输 到用什么技术来输血 到他知道应该要怎样做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来累积 这么多恐怖的实验 全失败的经验才可以到今时今日 是的 没错 每一次发现少许 每一次发现少许 最后就融合在一起 是的 过程是很漫长的 在史上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医学是踏足了在很多过身的人身上 是的 是 是 是 你说现代医学 踏足了在很多过身的人身上 其实很有趣地 可以说一些最古老的手术 大家想想想最古老的手术是什么手术 手术脚脚的 创意死 也不是 受伤 处理伤口 截肢 不是 反而是现代 最 都视为最高风险的一个手术 就是开脑手术 当你的脑 受压可能是因为一些创伤 令到颅内压升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个洞 让它疏气 这一个手术 其实是人的历史里面 最古老最古老的一个手术 好 暂时在这里打断Vinsome 我们下一节回来 继续跟大家说 如何开脑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暗黑医学 我们第一节就说完 以前的人是怎样做输血的 然后我们Vinsome就开了第二个话题 就是说原来开脑 竟然是人类古代以来的手术 Vinsome请你继续 这个手术在人类历史里面 是最远古 亦都是最历史悠久的手术 当然以前的人就未必会想 是不是要释放颅内压 但是他们的做法跟现在是一样的 反而他们的动机 就是要将一些邪灵释放出来 又或者他觉得那个人 其实会不会是有些精神问题 其实这个也有趣 因为将脑体成是一个我们的意识 我们有些思想在里面 都是一个不是太 没想过是这么久以前已经有 当时可能人们以为在心里面可能更重要 反而他们已经想到脑 其实是多久以前呢 如果你说这个古代 如果说古代最远有做脑的手术 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时候 就是大约几二万年前左右 是的 你想想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你现在看到可能外面去博物馆 你看到那些人是用石头做工具的 那段时期他们已经有这个概念 有东西可以直接打开你的脑 就要不死得了 这个是绝点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通常如果你说 找到这些这样的头骨 应该是遗迹里面 你怎样去断定那个人 不是因为受伤而被人开脑 或者是一些破损而开脑 而是真是一个有意识地去做一个手术的呢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在头上的那些伤口看到 说多一点 可能我们会看到 究竟那个人是否因为这个手术而死 为何分的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张照片 有一张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曾经开脑是怎样的 这个是头骨来的 这个是头骨 没错 可以扑多个洞 很齐 是 其实你会看到 因为是用一些工具 这样很完整有系统地开 所以你通常都会看到 是一些很整齐的切口的类似 就是逐个逐个作的 是 有些就说有机会逐个作的 有一些的器具 可能就是一次过做的 一次过插入头骨 是的 有一些类似一个转的东西 还有你会看到那个叻 我们怎样看那个因 因为这件事死 就是看那个伤口 就是刺进去那个洞 每一个洞的旁边 会不会有一些曾经已经 就是好像想好 不是戒手的感觉 圆润的 就是代表骨头有尝试康复 那个人是因为 他要再生才会有得康复的感觉 但是它是刺开了 什么都不做就粘着了 现在这里是第二幅图 是 第二幅图其实是同一样的 你会看到这个位置 就是左手边的头骨 大约是头壳顶后面 近后尾枕的位置 它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厉害的 它其实也挺圆润的 不是那些看上去会很戒手的感觉 就是说其实那个人是有尝试好 甚至他在那次的手术 是完整地度过 有没有说他这些这样的 开发是医什么病啊 当时是 没错 这张照片就可以 现在在看的这张图 应该其实是 他就是想告诉你 以前做这个手术 目的就是想将他里面 觉得这个人可能精神有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譬如好像癫痫这些的时候 他就会做这一件事 去令到他尝试透过这个方式 将一些不好的邪恶的力量 放出来 那他就会好起来 工作开了之后 就盖起来就当没什么了 是啊 他都说到好像很容易 但是的确实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不过最搞笑 也不是搞笑 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 是2018年有一份研究 突然跳了 跳回来 其实都是说同一样 但是这个研究 是令到整件事更加有趣的 就是关于刚才Helen你提及的 会不会好起来 还是不死的问题 就是这份研究 就是说将当时这个开牢 即是古代考古的那些开牢的案例 成功案例 以及美国内战时候的一个开牢手术的案例 做一个统计的比较 内战的时候为什么会开牢 又是不是因为有癫痫呢 内战的时候开牢已经变成了想救人 或者是知道他可能头有手术 就是舒缓那些劳内压 没错 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还有内战我们讲的是现代 所以他就变成了 他已经有可能 比如说消毒 或者是有细菌论 已经过了这些时候 那是比较死亡率 就是将旧时 身体石器时代的那些头骨 还有内战的时候比较 对了 但他就是比较传活率 反过来 另一个角度 但是他就说比较起来 竟然发现古代开牢手术的传活率 比内战时候的传活率高 他就说比较多 他想说比较多 对了 头骨就是 譬如说 真的受伤开牢的内战时期 大约是五成 而以前的 譬如说古代的开牢 就是用其他做原因的年代 就是大约八成 他想去估计 为什么 古代的卫生一定没有那么好 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 感染机率也会高 为什么成功率高一点 有些人就说 这份研究 当然不可以否定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这份研究背后 一个大家要考虑的 就是会不会因为 其实在内战时候 开牢手术之后而死 并不是真的有机会 因为这个手术 因为打仗的关系 很多刀刀枪、剑等 这些的伤 有机会令到他身体本身弱 免疫力比较差 而造成一些感染而死 但是今时今日 都是要一些很严重的情况 你才会去做个开牢手术 所以可能是有很多其他的 其实是禁销的一部分 没错 所以在这个比较上来 我觉得这份研究也告诉我们 虽然是一个很古老的手术 也由很久以前用到现在 甚至到今时今日 大家可能在一些很严重的意外里面 都会听到有些人需要去做这个手术 去尝试救他这个人 其实这个手术原用至今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过 人类历史手术史上最古老的 竟然是一个这么危险的手术 果然是非常令人意外 也令人磨骨悚然的 但我们刚才说起 例如打仗 另外一件我想到的 就是以现代的打仗来说 很多时候还有周围埋地雷 或者有其他的东西 会令人需要截肢 其实这个又会不会是 在以前都会做到的手术来的呢 讲开截肢 如果是说手术上 截肢与手术的关系 曾经是有一个很微妙的 就是等好挖在中间 截肢可以不等于做手术 或者其实以前截肢等于手术 在这个时期 大约在中世纪以后的时期 开始有做手术的想法 但当时的手术还未有无菌痱 未有消毒 未有概念 当未发现原来洗手 是可以清除所有细菌 去减少感染的时候 在年代之前 应该是这样说的 我想最严重是麻醉都没有 绝对是 绝对是有还是没有 是绝对是没有的 那时截肢是 总之大家有什么问题 例如手有些感染 就不要管了 就整只斩了 是这样的说法 就是截肢等于手术的时候 是的 而为什么另外一个 说截肢等于手术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竞赛的 就是越快越好 斩得越快的手 没错 医生的医术越高明 没错 当然背后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要接受手术的病人会很痛 因为是一个没有麻醉的时期 第二个就是因为怕感染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你现代做手术也是 如果你的过程是越快 或者病人是回复得越好 因为你打开他的伤口 它是 under stress 它一些器官 tissure under stress 时间越短 它传活越高 其实这件事都蛮科学的 是科学的 但是另外一个 最令人很废解的 就是原来他们做得越快 就是医生做这个手术做得越快 代表医术更加高明 他们就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传活 那是怎样呢 就是找斧头 一下子就砍下去 这样嘴派 是 他是找斧头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手术的设定是怎样 就是依赖的是人 他就帮助 首先有一个人在后面 捉住受手术 就是接受手术的这个人 因为他一定会喊 会挣扎 甚至曾经有历史记录 有一个手术 就是接受手术的那个人 做到手术自己痛得太起身走 是 太痛了 他顶不住 但是医生捉回来 继续 没得不挡起他 已经退到一半了 所以他们第一个需要有个人 捉住接受手术的这个人 接受手术的那个病人 只有一个可以依赖 就是那条塞在口中 咬住的那条皮带 是的 他痛得也好 只可以咬那条 然后医生就会在尾端 通常都是说摘下半身 脚或手 他就会开始用脚 拉你 感觉到我还不疼 很危险 是的 当时我记得看过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文学家 他真的接受了手术 他之后就写回 用文字记续回当时他的感觉 就是说 总之说他很简单一句 就是三日 手术完了三日 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耳边喊 他整个过程是喊足全程 是 不过不是好听 是自己的 自然的声音 真是厉害 可想而知有多痛 是的 有些当然是会 已经痛到暈了 没有反应 但是很多都可能是当下 手术的成功率方面 就是当下可能已经受到感应 即刻死了 或者有差不多的成功率 是真的在说 你能够离开手术桌 那个成功率 因为之后很多都会 因为不同的原因 受到感染各样的事情而离世 我都听过 那时就截了枝 那时也有些容易枝 即他就会用一些木 就帮他弄回 但是就未必很完美的 即我们现在 今天那些发帚很漂亮 可能订新病座 那时那些就不是的 总之就插进去 你走到就走到 走到就算了 好像在海道那些 有些木棍在脚上就算了 是的 是这样的状态 我都见过有一些考古的案例 就是有把刀在 就不是木 好了 那截止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讲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暗黑医学 我们刚才的话题 仍然都是在古代的年代的开疗手术 但是原来Andy 都准备了一些资料 告诉我们 现代的开疗手术 大家不是以为好像很先进 没有令你毛骨悚然的东西 那就交给你了 Andy 是的 其实之前说开疗 可能后期一些都知道 是要舒缓你的脑内压 但是其实到今时今日 我们都医生都需要做一些开疗手术 例如是 可能病人 脑里面有个肿瘤 他就必须要打开头骨 把脑子散开出来 看看有什么地方要割掉 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要切哪里 还是 因为脑肿都可以看得到 必须的 他就要看看切什么位 但是目的就有点不同 因为开疗本身已经是一个医治 以前 但是这种就是 我纯粹要为了打开它 然后去找一个要落刀的地方 是的 开疗就变成一个手段 希望可以治疗病 但是更加恐怖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些时候 医生是需要在手术当中 叫醒病人 怎么叫 起床 真的会起床 他能否功效到 会不会有一刻影响到脑子 因为他想这样做 就是因为 有时候我们的脑子有不同区域 有些区域会负责一些语言 是的 如果刚好肿瘤在那里 而他落刀的时候 又割走了那些负责语言的区域 那那个病人就说不了话了 所以他就需要做这件事 他就真的会弄醒他 就叫他 喂你数一下数字 那个病人知不知道自己是被人在开 知道的 他一早就知道 就是之前给一些心理准备的 是的 知道他的手术当中会醒的 其实很大胆 但是那些医生就说 其实这样病人是好一点的 因为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在参与手术 是的 我是手术的一部分 我不是好像给你去做手术 这样 我也听过 那他就会数 就叫病人 你数吧 1 2 3 4 5 这样一路数下去 还有代入这样想 推入手术之前是清醒 接着那一刻一定会想想 喂 醒不醒得回呢 但是如果中间的过程 原来我还有知觉的 我的感觉应该会好一点 是的 同时的医生就会用电极 电他的脑 就看哪个位置电他 他就再说不到话 就知道那个位置就不觉得了 这下有点惨 是的 但是我看这些影片 那些病人是很开心的 是 就是数得很开心 又会跟医生分享 我吃过些什么 就是聊天 是的 聊天 因为他没有那种很痛的感觉 因为脑部都是麻醉了 是的 这样去做手术 实在是有点难接受 我也看过一些影片 都是说这种 譬如有一些音乐家 他怕自己做完脑的手术出来 他不再可以玩到音乐 那医生就直接叫你 不如我做手术 你一直玩吧 然后他就一直 整件事变得很轻松 对大家都好 我想这个第一个做法 接着医生就会一直试 试试到哪一部分 音乐停了 就不要碰到那里 不要碰到那里 除了语言之外 其他部分会不会 因为病人 因为你叫醒他的时候 最容易就是他说话 或者说不了话 这个会是 保持语言的部分 是比较普通的 我看多数都会做这部分多一点 是 因为其实你讲话的时候 你是牵涉很多脑部的部分 就是你要想起 你要找一个画面 它有一些回路 还有你听 你回答 然后又牵涉其他部分 语言只不过是反映 它是还在运作中的 这个身体反映 或者脑部的反映 明白 看来这个头 是由古代到现在都好 大家都是一个 现代医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说起头 我又准备了一些资料 跟大家分享 就是 不知道大家近这几年 有没有留意一些医学的新闻 曾经有人说 很多时人的病例如 他的身体可能受了伤 然后可能在下半身头痰瘫 或者有一些肌肉衰退 或者等等的疾病的时候 大家就很科幻地觉得 不如帮我保持我的头 我就帮我去换身体 但是现在大家会在想的是 是不是傻的 行不行 但其实这种医疗 原来有很多年前的历史 说的是1900年代 差不多超过100年前 你的意思是有人做过 有人尝试成功 但一开始都不是真的拿人的 大家要研究这一件事 如果你说数到可能是1900年代的时候 其实有一位法国的外科手术医生 他尝试将一只狗的头移到另一只 他将狗的头切掉 然后再接驳到另一只完整的狗 怎样接驳 怎样接驳 就是血管帮他接驳 最重要的是他切了头后 脊椎的位置就没有了 他就预计那些位置会无用 只是帮助他继续血流的工作 因为那位医生主要是研究 做一个器官移植 他当时主要是研究一些 譬如像肾脏这些器官移植 所以他很想知道 怎样可以继续血液循环 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觉得可以换头来做这件事 其实可能这有得解的 第一只用狗的话比较大 白老鼠不许小的话 他们当时都不流行 拿人、灵长、女 就更加不容易做得到 他私底下没有人知道 于是他们养狗的话 搏下去之后就试了 譬如找一些灯照一下他 找一些东西捉一下他 找一些东西拍一下他 看看他有没有反应 都保持得到这个反应 但是那个年代做 就几个小时就做拜拜了 所以就只能够是一些indication 但是这位的医生 他竟然是因为这一类系列的研究 他在1912年 是拿到一个诺贝尔生利滑医学奖 是 它写着的是什么呢 就是给他的血管和器官移植的贡献 令到他在1912年可以拿到这个奖 我觉得很可怕 意味着他换头这一样成功了 我想只能够说他在里面学到的技术 更增加了他去做器官移植 这些手术的成功率 之后一个年度很大 但是过了可能50年之后 到1950年那时候前苏联还在 那些科学家又再做其他东西 那位科学家就是医生 都是外科手术医生 他就是研究答桥手术的 他就用狗来做模特 狗做到答桥手术 之后他就想 那怎么可以更增加血液循环呢 那今次的狗就连起前脚 就在这个位置切 那整个就移植过去 那只狗就还有很多 你的生理正常反应那些 还有反应的 但由于那时的手术 他本身对血管的缝合更加好 所以这只狗可以超过一两个礼拜都不死 但是问题是当时他们为什么死了呢 就是因为一个排斥 因为那时候是没有抗排斥药 现在比如现代医学也好 如果做了器官移植手术的话 都需要一世人去吃一些 压低你的免疫反应的药 让你身体不要打外来而来的一些器官 但是那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那些狗仔 其实是狼狗款来的 大隻的 就因为这样而不能够生存下去 那到开始有抗排斥药的时间 之后那些人就开始发觉 原来这个头部 原来是要降低温度 但是你的脑没有死得那么快 因为脑是很容易死的 所以一定是用低温 可能是降了10度的 低一点的温度就会屁上去 我记得服务那集都好像曾经讲过 就是说你会短暂斩断血液供应的 这个时候细胞的死亡信息 就开始发出 那细胞就开始进入雕亡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冻着它 它那个雕亡的过程就会减低了 那中间可能如果有一段时间 你很快地给它血液 它是可以没事的 我想是这种技术 类似这种 再到近代一点 近代一点可能是一几年左右 我们就有幅图给大家看的 一几年是二零一几年 二零一几年 没错 二零一几年 大家可以看一看幅图有什么 我准备了一幅图 就是老鼠 大家看到了 右手边那只白老鼠 上面那个头不是就这样摆上去的 你说黑色那一块 是另外一只老鼠的头 是另外一只老鼠的头 大家看看左手边的幅图 就是白色那只原装整只老鼠 然后黑色那只老鼠的头 就拨了它的颈动物 颈静物 手术第一件事 就是拨了这两条大血管 让它继续有血流去黑色那只 它的头和脑就继续活着 之后才搞其他微小的血管 皮肉那些这样做 这只老鼠 其实看那份书 它这系列的老鼠 可以活到几个月 就是一直以一个两个头的状态 没错 但是在这个状态活了几个月 于是变成这只白色的老鼠 就好像在供养一个寄生的牌子 这个和我们平时想的换头手术有些不同 因为换头手术 我以为是剁了我的头出来 帮我换另一个身体 但是其实即使是一些 那么疯狂的医学也好 或者是现代的情况也好 都只能够将我的头 其实摆在Andy的身体的肩膀上 都只能够是这样 但是大家如果听新闻 近年都会有人推荐在人那里做的 但很神奇就是那位 应该是欧洲的一位医生 他也跟这个其实这个做老鼠手术 这个是来自一个中国哈尔滨那边的医生 他们竟然合作出了一些publication 给大家知道人换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惊人 都很特别的 他就说其实我们要真的换到一个人头 在一个身上的时候 他有几个困难要克服的 首先就是你要接驳一个脊椎 他们那时候就提出 我们可以用一些类似是胶水的 他是polyethylene介绍 很稠疼的东西 他就帮助去愈合 然后又要接驳一些血管 刚才说的血液循環很重要 就是他一定的头 一定要保持血液供应 另外一个其实应该最大的问题就是神经 一接驳一些神经 你怎样去接驳到 例如控制你的所有肌肉的活动 你的心脏的跳动 全部都是要有神经 但是你平时例如说断了手之后 一段短的时间 能够迫神经也是可以够迫的 理论上是应该可以的 所以他就提出这个scheme 就觉得我们应该是可行的 那条胶水是可以的 当然就是一路面对就是那些排斥问题 因为始终是另一个人的身 那个排斥就很严重 还有第二个 第二件事我是想到的是 你要用一个人的身体 去支持两个头的循环 就是好像一些连体 以前我们有见过一些连体英语 但如果他在说这个手术 就不是两个头 他就会切成那个 就直接是换头 这个就直接换了 他真的找到一个志愿者 本来是呀 前几年有一个 好可不是俄罗斯 但没有了夏文 他是不是缩沙 他是缩沙的 因为后来那个志愿者 就是结婚生了个儿子 觉得我都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虽然我坐轮椅 那也算了 但我又不想说几个月 没有机会见到太太 子女 于是他就缩沙了 就不再参与了 一直都没有什么 再有夏文 究竟他之后会不会 继续做这个换头的手术呢 我也很怀疑 那个临床实验 过不过都ethical approval 一个这么高益的实验 你想想他在灵掌位那里做 其实都已经不容易了 你何况要找个人去做 他应该先找一只猴子 一老鼠一跳到人 好像一个非常大的跳跃 因为就会变成了很多问题 你不是那么容易找头和身 譬如差不多膚色 又差不多大小 其他东西其实全部都很困难 所以in theory 就会容易做得到 好了 我们这一节就来到这里 下一节跟大家继续讲暗黑医学 来到最后一节的暗黑医学 大家观众刚刚听完我们这三节的介绍之后 觉得怎样呢 还能吃不吃下饭呢 好了 接着第四节就还会跟大家继续讲一些 看起来好像很恐怖 但实质上很有用的医学研究 其实之前我们刚刚那节就讲完 所谓的head transplant手术 是否真的换了头 视乎你割不割走本来的头 但其实还有一些老鼠的实现 令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我今天用来用去都是这句词 不如我们有一幅图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在一些科普的媒体都看到 右手边有一只我们叫Nude Mice 它没有毛的 上面都生了一只耳朵 是不是好像一个人的耳朵 其实这个 paper 比较久了 97年的时候 你看到左手边那幅图 上面那幅图就是右边 下面那个就是一只用Polymer 弄的一只耳朵 上面就是把它切开那只老鼠的皮下的组织 把它放进去 但其实这个做法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在97年的前期 8090年那段时间的时候 大家都很想去发觉 很多时候都有不同的原因 可能先天缺失了某些耳朵 或者是软骨的组织 或者意外疾病等等 就是想帮它弄 但是你要弄得漂亮要弄得像 没有那么容易被人看得出是假的 当然都应该要拼在一些生勾勾的东西上 但是当时有人研究这件事 就要弄一块的Polymer 当然生物是不会排斥的那些 所以金属那些其实又不一定可以的 然后再加一些软骨的细胞 让它自己生 就发觉原来这个假体 加上这些细胞在里面 即是软骨的细胞在里面之后 它生大约是12个星期左右 就会生成刚才看到的耳朵 隔长有耳朵的 后面有耳朵在老鼠背部 但是你想要的软骨细胞 铺上去的耳朵 其实那只耳朵是可以收割的 是呀是呀 收割回来就再撞上去 又有人研究过的 如果种到那么长时间 拔走那块Polymer又行不行呢 原来是不行的 它整份书里面有讲的 就是说那只老鼠的身体 是会吸收那些软骨细胞 所以其实就一定要有旧东西在里 之后就会有些 就是先定了一个型 是呀是呀 之后才加一些细胞进去 这样就可以保持下去了 是呀 也有些人更好奇一些 可能有些整形手术 可能你不是种耳朵 它就不是种在老鼠里 种在你自己里 可能会种鼻子在你额头 或者是耳朵在你额头 那就是自己的皮肤 自己的身体的部份 就将它移植回去 做一个面形出来的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 相对来说 看上去好像很可怕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有用的研究 但是你想回头 它是不停地在老鼠里这样做 而且你不可以只在一个陪孕碟里种 你要给一只真真正正的生物在这里种 其实也挺可怕的 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是1997年做到现在都没有用到 会不会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 你就种了一些软骨细胞在那里 但是它里面没有血管 你上面那些活的细胞 是不懂得自己更新的 是呀 它应该都是 可能只是用一段时间 你就要换了它了 我的耳朵 可能是一个技术限制 所以其实现在有些新的做法 就是在实验阶段 或者科学家研究的阶段 就是我看过一篇 它就说可以做在心脏的上面 它就不是说 印心的Polyma 出来的 它就直接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器官移植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想做器官捐赠 但是其实可能它不合资格 就是最后移植不了 有些科学家就是 拿了这些不合资格的心脏回来 它的做法就很有趣 它就是先将那些心脏的细胞 就冲走它 冲走它 用洗洁精 就是用一些很普通的洗洁精 我们在实验厅经常都用的 那些SDS Triton 用这些洗洁精 冲它都要整个星期 我们平时是用来 融掉细胞表面的膜 那些细菌那些 就是这样可以融掉 它可以冲走所有的细胞 心脏基本上都是肌肉细胞 它都是这样洗掉 就是冲走它 剩下什么呢 它就剩下有些血管 心脏的整个轮廓 那些都在了 血管都在了 去到微丝的血管都在了 所以它加了那些dai 那些染剂 它是可以看得出血管 它就解决了 刚才你说那个耳朵 它没有血管的 那个问题 然后它就 再之后 我们可以将一些细胞 加回到这个心脏的壳 OK Talarmate自己的 甚至你可以用回 病人本身的钢细胞 它就可以放下去 当然要加适当的培养液 给一些压力和血液 它就可以在一个试验当中 在老鼠就很成功的 可以整整整个心出来 那么小就当然了 但是因为人的心很大的 人的心要用的细胞多很多 变成了其实不是在技术上不可能 是因为你要种很多细胞出来 然后才放下去 那么那个就 它未去到那个阶段 但是似乎的前景就是可以这样去做法的 那就可以帮到需要心脏移植的人 因为它自己做的钢细胞 其实就不会有这个排斥的问题 其实剩下的 只要你要怎样去引导一个钢细胞 成功地生成功到一个用得的心脏出来 那么技术就剩下你一步 那其实就已经是可以应用的 因为现在老鼠心已经是懂得跳的 你看到它跳 是很厉害的一个 但是其实在旁肝那些就会更加快脆 旁肝和肺这些就更容易做 就是一些没有那么复杂的器官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因为肺都是做过一些移植的 就是在猪里做的 那它的猪可以去到两个月 然后它是因为要研究肺有什么改变 所以剖了它 让它安乐死 如果不就应该继续下去 因为它没有排斥现象 那些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如果现在你真的用得的话 钢细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拿出来的 就是一个成年人的脂肪 就是你不用一定要用胚胎钢细胞 用一个成年人脂肪里面的钢细胞 脂肪里面竟然有钢细胞 在脂肪里面是可以抽到钢细胞 它都可以变成其他一些器官 其实也有一些癌症状做过 不过很可惜就失败了 好像在早十几年前 有一个癌症状做过 是真的拿这些脂肪钢细胞去医什么呢 医时角退化的黄丹病 是的 很简单的 就是中了那些钢细胞 在它的膳膜里面 看看可不可以再生一些正常的细胞出来 但是当然那个实验都挺恐怖的 结果失败了 因为那个病人是盲了 本来还看到一点点 本来还看到一点点 但是中完之后 后来连僅餘的视觉都失去了 虽然那个病人是已经 你知道有黄帆病 都应该是比较老一点点的病人 但是很可惜就是 那个钢细胞似乎生不到之余 还奪起了一个事业力 后来之后就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再特别尝试 或者还是在做一些其他的研究 因为始终现代的医学研究 其实是很严谨的 不会说是被人无端端找个人去试 而是至少在可能老鼠 或者其他实验方面有一定的结果 然后可能去其他的灵长类 无论是猫猫猫猫猫猫等等 逐步逐步才会放在我们人类那里去做 所以如果发生了任何的意外 有些病人的情况更加差 甚至可能是没了一条命的话 很多时候在一些有医疗规范的国家 就不会再给他继续做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实验 都引申了一些问题 就是后来发觉这个实验 是没有被正式的批准过的 是一个 就是偷偷地做的 有点而是偷偷地做的 还有它那个实验的设计 根本上是没有医疗的 它一次过做了两只眼 哦 你正常应该是做一只眼 剩下一只眼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它都只有50%的事 因为白内障手术都是做完一只 然后才做第二只 是的 所以是没有审批过的 这些实验 没有过的医疗规范 最终那个病人都是受害的 是什么时候的 大约 好像是2010年打后 前后的事情 也挺近期的 一个挺近期的实验 因为用得降细胞都相对是近期 是的 但是也挺近期 因为我说近期的意思 是因为最近这十年左右 特别多了很多不同的团体 或者是研究的单位 他们是很焦点在这个 这个法律承认上 而竟然是有 当然也会有流氓之鱼 但是竟然这么大的一个实验 是没有在公布之前发现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 如果来到这里 是不是真的说 只要你有这样的资源 有这样的时间 你就身体任何一个器官 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那么拼在一起的话 就会变成了 《科学怪人》 《科学怪人》原装的故事 是说它是收集一些 尸体的件 一起在一起的 其实是不是 有没有人做过这件事呢 历史上是有的 的而且确 又要回回头 我们又看回古代一点点 在历史上 他们是有一段时间 因为当最初我们现代医学 经过了这么多的失败 经过这么多的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恐怖的时间 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 真的终于决定要 好好地发展医学的时候 过了文艺复兴的时候 他们就会 开始想办法去做一些研究 甚至因为有一段时间 宗教的原因令到他们不可以解剖 所以他们就 那段时间 解剖尸体 没错 人的解剖 动物都未必可以 动物都不可以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 将那段时间 其实整个西方的医学 停滞了 没有进步 到后来 文艺复兴之后 开始多番人去研究 特别是科学追求的时候 开始有人就说 不如我们就用尸体做一些研究 但是那时候怎么拿尸体来呢 就是死囚的尸体 所以有一段时间 很短的时间 其实判死刑 不是最惨 拿去被人做解剖 是第二次的死刑 那次才是惨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是死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 判死刑的时候 不但说你之后要被人做解剖 所以是double的死刑 到后来发展下去 他们真的需要很大量的尸体 并且不够之下 甚至需要杀人拿尸体来用 将活人变成尸体 就是为了 做研究 所以现在的武器人老师就很重要 可以自己去 愿意去这样做 对医学尚未有很多进步 所以以前的科学 或者现代的医学 其实是真的像Helen最初说 就是踩住很多以前的失败 或者是一些很暗黑的一段时间而有 也是刚才回应你所说的 ethical issues 就是无论是人体实验也好 或者是螺丝体也好 明白 那很多谢各位主持的分享 今集来到这里 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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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